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他们不但破不了阵 而且会凶多吉少 很快的 黎卫 前卫 坎卫都传来了激烈的厮杀 看来这些法印都有很强的力量在守护 蔡六带领的地府派 二师叔带领的正轨刀 月真道长带领的玄月教 都是玄门里面的顶尖高手 个个都不是吃素的 没想到这些人全部受到了阻击 太师傅把天平加持平衡之后 就开始闭目念中 这一次天平的情况和上次不同 天平两边的东西还是一样 一边是鬼系法印 一边装的是普通石子 但是重量比上一次却是重了很多 那一架老掉牙的天平似乎有些不堪重负 被押得是咯咯咯咯作响 好像一不小心就要散架了一样 天平上的力量左右倾斜 摇摆不定 黎卫 前卫 坎卫 是沙声震天 似乎有无数的赤眉亡两在厮杀惨叫 听起来十分的吓人 面对周围这恐怖的声音 太师傅唯一忍不动 温如磐石一般 他双目为比 五心向天 对周围的厮杀还有惨叫 冲而不闻 但是口唇却是在不停的启动 默念着咒语 两只手时而掐绝 时而结印 而那一架老掉牙的天平 在他面前是吱吱咽咽的晃动 一会儿偏向左边 一会儿偏向右边 看起来是紧张至极啊 哄 忽然 一道晴天霹雳 撕裂天空 周围是亮如白昼 紧接着就听到轰隆的一声巨响 震的是地动闪摇 在亮如白昼的闪电中 太师傅仍然是一动未动 只是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闪电一闪而失 周围很快的又恢复了黑暗 紧接着周围开始阴风阵阵 乌乌乱叫 飞沙走势 天空中电闪雷鸣 黎卫 前卫坎卫 仍然是沙声震天 惨叫不绝 天空中一个霹雳又接着一个霹雳 电光火石中阴影的又鬼影乱酸 这种恐怖让人是心惊胆战 简直呢 是难以形容 虽然太师傅镇定自若 但是我和七师叔却是极为的紧张 担心有知眉王梁过来闯谈 在双方斗法的关键时刻 最忌讳对方指使妖魔鬼怪前来闯谈 一旦法滩被闯 对整个局势将会造成严重性的影响 虽然阵法外有六丁六甲护法 但是他们也是凡间的道士成仙 神位也比较小 他们本是真武大帝的部下 分别是甲子神将 王文精 甲眼神将 明文章 甲臣神将 孟飞精 甲山神将 护文长 甲物神将 书玉精 甲肃神将 斩子将 丁丑神将 赵子人 丁卯神将 司马精 丁丝神将 崔石鸡 丁卫神将 施术通 六甲是六个男的 所以六甲神属于阳神 六丁神是六个女的 所以六丁神是阴神 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愈男愈女 这六男六女何称为六丁六甲 听起来好像很是抽象 其实呢 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修真道人 六丁六甲是他们悟到成仙之后所封的神位 主要的任务就是 道士做法的时候 他们好分身临谈 为法谈护法 所以 但凡道士做法 必请六丁六甲护法 当然了 他们请的都是六丁六甲的分身 正神是没办法请来的 因为 在不同的地方 或许有很多道士同时开谈做法 这种情况是在所难免的 一个正神 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呢 所以只能用分身来代替了 本来神位不高 由于分身太多 神力也就比较弱了 所以 这种分身虚影只能够镇住一般的鬼杀邪物 捉个鬼 驱个邪的还成 但是 要对付一些修为较高的魔道精灵 就显得有一些勉为其难了 尤其今晚 这样高强度的斗法 只用六丁六甲来护法 是不够的 所以 我和七师叔就成了护法童子 哄 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冲天而起 震得是大抵一荒 法滩中的那一架古老天平一阵的摇摆 在自摸的闪电中 我看到太师父的脸凝重得犹如是石刻木雕 额头上挂着斗大的汗珠 看来太师父和黄六甲的斗法已经到了生死难解之际 一阵霹雳过后 忽然感到空中有阵阵的阴风扑灭 我顿时觉得这一股阴风不对 微微地用鼻子一嗅 顿时闻到了一股阴霉污秽之气 不仅是皱起了眉头 真感到奇怪的 忽然听到面前传来一个古怪的声音 这声音呢 似哭非哭 含糊不清 神点颤颤抖抖的 或像是民国时候街上饿得要死的病人 我一听 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因为这声音太过诡异了 接着松明火把的光亮 我隐隐地看到白米之外站着一个身穿大红衣服的女人 披头散发 面入白纸 青红的舌头垂下了一尺多长 奇怪的是 她的脖子上还勒着一根绳子 她双手一边扯着绳子 一边向我们走了过来 嘴巴里面还在呻吟着 帮我解开 帮我解开 凭知觉 我觉得她应该是个吊死鬼 据说自杀死后的人都会后悔 因为死后无法正常的潮生 没过七天就要重复一次自杀的痛苦过程 平时不是在王死城里面受恶鬼的欺负 就是在阴暗角落里面徘徊 尤其是这吊死鬼 死后绳子还勒在脖子上 没人给她解开 那是非常痛苦的呀 吊死鬼哀求的声音是凄惨诡异 我这心里面不禁生出了一丝怜悯 看着她一步一步的向发弹逼近 我竟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帮我解开 帮我解开 这声音非常的干扰人的思维 还有精神意志 我手里面按扣着打鬼手印 但是却不忍心打出去 当她走到我们十几米远的时候 忽然一声利叫 猛人的向着法弹就扑了过来 我大吃一惊啊 没想到这吊死鬼会呼人来闯谈 没来得及反应 七师叔却已经出手了 只听得七师叔一声嘀吓 站住 随即剑指如己 猛人的向吊死鬼是隔空一戳 七师叔的剑指喷上了一股火焰 呼的一声 就飞向了吊死鬼 吊死鬼发出了一声 淺烈的惨叫 转眼见就是无影无踪 我如实中复啊 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七师叔向我提醒 小兵啊 千万不要被假象迷惑 他们开始闯谈了 这只是开始 你可要小心的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斗法斗道 僵止不下的时候 闯谈呢 就成了逼人 双方都会派人 或者居士鬼怪 去闯对方的法坛 谁先闯翻了 对方的法坛 谁呢 就会占据优势 看样子 黄六甲 已经强心开始 闯太师傅的法坛了 我是再也不敢大意 太师傅和黄六甲的这一场斗法 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死存亡 一旦太师傅斗败 后果那是不堪设想 红一吊丝鬼 被七师傅给击退之后 我这心里边 反倒是更加紧张的 听七师傅说 闯谈才刚刚开始 我顿时时 全身贯注 生怕某个位置角落 忽然冒出一个 冲谈的怪物来 李伟 前卫 坎卫 厮杀声是越来越激烈 不时的 发出各种鬼怪的叫声 这种声音 似人非人 极为的惨烈 让人一听 忍不住是毛发倒数 心里面直愁两极 可以想象 出去破阵的人 受到了激烈的对抗 而且他们对抗的 很有可能不是人 而是赤美亡凉 我正在 心思游动之际 忽然是一个惊天霹雳 把我吓了一跳 周围的环境 容不得我多想 就在这 闪耀的雷点之中 我看到 一群黑压压的鬼影 向我们就扑了过来 我和七师叔都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 但是我们却不敢声张 唯恐惊动了太师傅 一下出现 这么多赤美亡凉 这可怎么办呢 我和七师叔 即便是有三头六臂 也是分神乏术 怎么样才能挡住他们呢 轻急之下 我也顾不得多想 立刻静下身来 口中默念 珍贵道 六十九代弟子 左小兵 在此护发魏道 此处为法弹重地 为了避免伤疾无辜 无缘无仇者 请速速回避 切勿靠近 因为我要施展的是法术 奇门 杀生力极为强大 此法由师傅传授 因为我的功力太浅 无法掌握药卷 后来得到太师傅密室授业 如今已是今非昔比 所以在施展法术之前 必须要通告四方的生灵 包括是妖魔鬼怪 以免误伤造成杀业 我连念书编 可是周围那些赤眉亡俩 还是无懂于衷 依然是无声无息地 向我们逼近 我已经感觉到了 阴冷的煞气 再不出手 他们就要逼过来了 我已经是人之一惊 既然如此 那就怪不得我了 于是 闪电们的 把右手截成了剑指手印 左手握成剑翘状 包住了右手中的中指 还有食指 也就是剑指手印 然后蒙力地把剑指拔了出来 左手捏天罡 右手捏剑诀 以右手剑指 灵空对着这一群赤眉亡俩 画了四宗武恒音 口念 奇门九十四诀 一遍天罡诀念完 这些赤眉亡俩不但没有退去 反而是越来越近了 我不得不在 四宗武恒中间的空格里面 写上了自己的新诀 诛 这一套气文 京太师傅 密室点化之后 我还没有真正的使用过 尤其是 这一套诛纱 还从来没有试过 写完 诛子新诀之后 我把剑指手印 蒙得像四踪四横的中间空格一戳 加强了 自己的意念和心力 没想到 这一指头 灵空戳过去之后 立即 就发生了惊人变化 那些向我们步步逼近的赤眉亡俩忽然是惨叫不已 身体扭曲变形 有的是当场肢解四分五力 有的膨胀爆炸化为灰烬 就像是一只无形的神秘力量正在杀戮 看着这一群赤眉亡俩在扭曲痛苦中消亡 我吃了一惊 没想到奇门九字诀这么厉害 竟然能够把这群赤眉亡俩 顷刻间是灭于无形 怪不得太师傅一再地叮嘱我 在使用这一套法术的时候 一定要警告周围的生灵们避开 以免伤害无辜 这群赤眉亡俩经过一阵诛杀之后 不是顷刻间化为灰烬 就是逃得无影无踪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周围又安静了下来 七师叔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他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些 不由得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示意我干得漂亮 可是我这心里面多少有点内疚啊 毕竟是入道修行的人 一下子杀了这么多生灵 我这心里面也有点过意不去 虽然说是赤眉亡凉 可是那也算是生灵啊 我没想到这套法术这么厉害 但是不用这一套法术那是不行 我实在是卑鄙无奈 希望不要造下杀意 事实上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在我为赤眉亡俩的性命 感到怜悯的时候 我忽然听到了呜呜呜呜的声音 这一声音就好像是鬼哭一样 又像是风吹过树林发出的声音 诡异的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风的存在 就在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 周围出现了奇怪的举动 百米之外 地上的枯黄的树叶忽然慢慢的飞了起来 一开始只有几片枯叶 渐渐的是越来越多 最后成群结队的飞了起来 围着我们是团团旋转 这是一股莫名其妙的鬼旋风 尖笑着席卷了大批的枯叶就旋转了起来 瞬间变得是飞沙走石啊 我们完全被这一阵鬼旋风给包裹了起来 太师傅微然不动 仍然在闭目念经 好像外界的变化和他是毫无关系 我和七师叔对视了一眼 不禁面面相聚啊 都意识到了情况不妙 我无意间向周围看了一眼 不禁是道谢了一口良心 发现周围出现了一圈密密麻麻的黑影 和周围的黑暗融为了一体 把我们给团团的包围了起来 我和七师叔悄然死固 顿时暗暗吃惊 想不到刚才消灭了一批赤美王良 现在居然来了这么多的妖魔鬼怪 七师叔看着我目光有些急切 我知道他希望我使用朱砂 来展觅这些妖魔鬼怪 可是我这心里面是暗暗叫苦啊 这一套朱砂固然是厉害 但是却只能挡住一面 如今我们被四面包围 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杀这么多的妖魔鬼怪 我意识到情况非常的危急 顿时是有些手足无措 此刻不是朱砂的问题 因为太多了 哪里杀得完呢 我下意识地想到了防御 立刻用剑纸画了一个林字符 默念天刚口诀 用剑纸朝天上一搓 只听得哄的一声巨响 在我们周围燃烧起了一道火圈 形成了火网防火墙 燃烧的火圈一挤 那些黑影吓得是猛然往后一退 这种防御的方式呢 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虽然十分的奏效 但是确实以牺牲真阳之火为代价 如果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 原阳耗尽 火圈自然就熄灭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 否则 还是无法阻挡这一些赤美亡粮 对法坛的冲击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要想在短时间内击退这么多赤美亡粮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使用撒豆成冰的书 这才能够挡住他们的进攻 可是撒豆成冰那得多少黄豆啊 毕竟一粒黄豆只能生成一个阴饼 必须要装整袋的麻豆才能够形成规模 成为那阴病的不对 我们不可能扛着整麻袋的黄豆来朝白昆了 所以现实条件之下 这个法术根本无法实施的 我右手握着剑指手印 直向了天空之中不能换招 因为要不停的释放针阳之火 所以根本无法分身去营底 也呢想不出退敌之策 七师叔也是急了眼了 左手一推一道火焰就喷了出去 只听得一声惨叫烧倒了三四个黑影 右掌一推又是一道火焰喷射出去 又烧倒了三四个黑影 七师叔喷出的也是针阳之火 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东打一掌西打一掌 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别打了 七师叔不能再打了 先生点鸳鸯 否则后面就没办法了 俗话说旁观者清 我担心七师叔浪费了鸳鸯 后面就没招了 七师叔一听 顿时猛然醒悟 才意识到刚才的行为很不理智 于是立即停了手 可是他听手之后也是束手无策 若是三五个赤美王良来闯法坛 那倒好办 可是这么多的赤美王良 密密麻麻的把我们给包围了起来 确实是感到棘手难缠 太师父的眉头微微的抖动 嘴唇呢也在快速的蠕动 不停的念着咒语 可见他和黄六甲的斗法是紧张至极 我的鸳鸯之火源源不断的从箭纸上锁送出去 在周围形成燃烧的火圈 可是一个人的鸳鸯毕竟是有限的 刚开始的时候火焰很大 那些赤美王良不敢靠近 可是慢慢的火焰就小了 已经无法要阻挡这群赤美王良了 那些火影冲过火圈 张摇五爪的向我们冲了过来 七师叔一看 双掌齐发 两道火焰同时喷了出去 只听得一声残叫 一下烧倒了十几个黑影 可是这些黑影不但没有被震慑住 反而是向我们冲得更猛了 我一看密密麻麻的黑影 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冲了过来 心想完了 我和七师叔是拼了命也护不住发弹了 面临这种局面 即便是护发的六丁六甲也不行了 毕竟他们只是分身虚影 一旦倒了发弹 他们就会无声无息的走掉 就在我和七师叔感到绝望的时候 忽然眼前金光一闪 只听得一阵的惨叫 那些个急奔而来的黑影被金光一下子就弹射了出去 周围的黑影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 我顿时大喜 大喜之后又是极为的好奇 这道金光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厉害 一下子就让这些赤美王梁瞬间消失呢 当我看到金光一闪 这些逼近身边的赤美王梁全部飞了出去 我不由得看了太师父一眼 发现太师父依然是双目为闭 对外面的事情充而不闻 我顿时暗暗吃惊 心想难道是太师父的护体奎缸都这么厉害了 这还要我们护法干什么 我发现七师叔的神情也是极为惊讶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太师父 大概是和我一样的想法 以为是太师父的护体奎缸击飞了这些赤美王梁 我们对视眼不约而同的松了一口气 心想太师父既然有这么强大的自卫能力 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了 这些个赤美王梁退去之后 我又听到了黎卫 前卫 坎卫 传来激烈的厮杀之声 截至目前 太师父派出的三只人马没有一直完成任务的 怪不得一直紧张的念咒做法 因为稍微一个松弛 这三只人马就有性命之忧啊 就在我们感到好奇的时候 忽然感到一阵的阴冷 就像是猛然开了中央空调的冷气一样 冷得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我下意识的抬头一看 距离我们十几明月的地方 忽然出现了两个人影 这两人是一男一女 穿着崭新的衣服 男的身穿一身黑色道袍 面色黑青 枯高如柴 犹如干尸 女的身穿一身红衣 面色寡白如纸 没有意思的血丝 顶上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 看起来是极为的恐怖啊 奇怪 这两个人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感到是十分的奇怪 由于火把的光线跳跃不定 照在两人脸上忽明忽暗 看起来是十分的诡异 这两人神情呆直 面色空洞 走起路来的时候 两腿僵直 膝盖似乎不能打弯 脚搏离地面 硬秃着两条沉重的腿 往前面走着 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这根本就不是人 这是僵尸 一想到僵尸 我忽然觉得 这两个僵尸有点面熟 仔细一打量 这才发现 神传黑色道袍的男僵尸 正是曹家文古墓里面的 那个太阴炼型的斗士 再一打量 那女僵尸 正是菜六祭炼的石姓女杀 后来 这两具僵尸都被万麻子给收缴了 现在万麻子把他们放出来 一定是用来冲撞我们法残的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这两具僵尸那是非同一般 本来就很可怕 在离星岛 又经过万麻子特殊纪律 更加那不可等先逝之了 他奶奶的是僵尸啊 七师叔也看出了问题 顿是吃了一惊 是啊 正是万麻子那两具僵尸 你守着法坛护法 我来对付僵尸 七师叔说完之后 忽然向两具僵尸就冲了过去 对着两具僵尸 啪啪就是两耳光 打完之后是转身就跑 这两具僵尸本来是打算 攻击太师傅法坛的 忽然呢 被七师叔扇了两根耳光之后 非常的恼怒 追着七师叔就跑了起来 僵尸因为没有灵魂 只有七魄竹才 所以智商较低 他们闻到七师叔身上的人味 就急着要抓住七师叔息息 根本就不受万麻子控制了 满场地追着七师叔是转圈去 可是却根本抓不住七师叔 太师傅虽然坐着一动不动 但是已经是满脸大汗了 头上冒出鸟鸟的白气 法坛前面的天平正是咯咯咯地坐下 好像上面压的不是鬼系法印 而是压了一座大山 天平中两股力量正是僵持不下 两边的倾斜差异非常微小 只要是有一丝力量夹在上面 就会扭转整个局势 可是太师傅的脸色 已经是露出了疲态了 呵呵呵 师弟 放弃吧 别逗了 再逗下去 你肯定输 头顶上忽然传来黄六甲的声音 我顿时大吃一惊了 这声音似乎离我们很近 好像呢 就在我们头顶上空 就在我紧张万分的时候 空中猛然掉下了一个桃子湖 正好打在了天平十字上 天平猛然的就忘记一笑 鬼系法印呼的一下子飞了起来 只听着喷的一声响 空中是一声的惨叫 哇的一口鲜血就喷了一粒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太师傅猛然睁开了眼睛 伸手在空中一抄 接到了下落的鬼系法印 顿时时又惊又喜 连忙双手抱拳 对着空中 失礼说道 谢谢前辈出手相助啊 只听着搜的一声响 空中跳下一个黑影 黑黑一笑说道 你们吵吵闹闹的 搞得乌烟瘴气 害得我在树上睡个觉都睡不安上 我仔细一看 这个人神船一身黑色道袍 头上挽着一个发迹 用一根木棍随便别在上面 须发是浓黑如墨 满面的红光 身上背着一个灰不搭量 他伸手在搭量上拿出一个桃子 咔嚓一口就咬吃了起来 顾老前辈啊 我大喜啊 原来此人正是隐士高人 郭成宗 这老头有个习惯 喜欢呢随地睡觉 一睡过去 也不管是晴天下雨 就跟死人一样 好在他经常在荒芜人烟的山林中行走 如果是在城市一睡几天不醒 恐怕早就让人火化了 没想到他居然睡在树林的大树上 想必啊 刚才那一枚桃壶就是他丢的 原来是郭前辈 多谢出手相救 打扰你休息了 太师父连忙再次感谢 郭成宗说道 我一觉醒来 就看你们师兄弟打架 打了上百年的架还没打过 本来老夫不想管你们的闲事 见你们打得是难分难解 其他人也跟着受力 所以啊 我就丢了个桃子壶 没想到你的鼓起法印 弹起来把你师兄给打得不轻 哎呦 怎么样啊 没伤了你吧 我大吃一惊啊 原来太师父和黄六甲斗法斗的难解难分的时候 郭成宗老前辈在树上丢了一枚小小的桃壶 竟使那架崩的哥哥作响的老是天平失去了平衡 鬼席法印反弹起来 重伤了黄六甲 郭老前辈说的是轻描淡写 我听的却是惊世骇俗啊 太师父急忙说道 没伤着 哦 没伤着 郭成宗笑嘻嘻地说 嘿嘿 没伤着你就好 不过你这师兄可不地道 居然在你头顶上架法坛 你怎么能逗得过他呀 啊 黄六甲居然在我头顶上架法坛 我 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太师父也是吃了一惊 他架的隐坛 你咋笑的 他的法坛就隐藏在对面那棵大树上 郭老前辈用手向前面高空指了一下 俗话说道高一尺摸高一丈 若是两人斗法要比斗这法坛的高低 如果两人实力相差不多 那么法坛架得高的那个就占有优势 黄六甲居然把法坛架在太师父头上 怪不得太师父差点败在他的手里 太师父是一脸惭愧啊 哦 难怪啊 难怪 郭成松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伯伯 你的鸳鸯不错 哎 可不能那么浪费 别动不动就画个火圈啊 我是连连点头 忽然呢 想起了一道金光闪现之后 那些赤妹王良瞬间就隐匿于无形 不由的问道 郭前辈 是你击退了那些赤妹王良 郭成宗唯唯一笑 不知可否 然后看了我和太师父一眼说 小娃娃 既然你们没事 老夫可要找个地方好好睡觉去了 说完事 神醒一晃 瞬间消失于无形 我一冷神之后 竟然是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你认识这位郭前辈 太师父有些好奇地看着我 我不敢在太师父面前有半点隐瞒 就把呢 在雪地偶遇孤老前辈的事情 向太师父说了一次 太师父点了点头啊 怪不得 你小子兵富不错 原来是得了孤老前辈的机缘 玄门宗派历来都有门规之陋戏 本宗派的弟子 不可以随意习练其他宗派的东西 我本以为太师父要责骂我 没想到太师父并没有责怪 那位郭老前辈说走就走了 居然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我茫然死顾啊 哪里还有郭老前辈的影子 却默然看到天空中露出的月亮和星星 于是惊喜地说 太师父 这个居中阵已经破了 这次全是杨仗过老前辈出手 黄六甲被鬼席法印打成重伤 已经逃走 这个镇中局没有法团推动 自然就破了 果然呢 不大一会儿七师叔也回来了 那两个僵尸已经不见了 我问他那两个僵尸哪儿去了 七师叔说 黑气一退 那两个僵尸也跑了 估计是天煞帮的人把他们给收走了 我们正在说话 二师叔和几位师叔从坎卫回来 他们向太师父回报 说是已经破了那个黑灯了 不大一会儿月真道长和他的几位女弟子也赶了回来 向太师父回报说 已经烧了那个纸缝上 唯独不见蔡六那帮人回来回报 看奶奶的 蔡六那家伙是不是跑了 七师叔问他 二师叔嘿嘿一笑啊 你以为他是傻子 他拒师父如同猛虎 针发一破 他不跑还等着师父收拾他呀 太师父冷冷地说道 跑就跑吧 地府派这一笔账早晚要算 暂时由他去 跑了和尚 跑不了妙 我知道呀 太师父把主要的心思放在寻找天药盘上 他为了寻找的天药盘 就是为了打开五星山下的木窟 救出囚禁在里面的点仓祖师 可是天药帮 地府派 谁也没有得到这件宝 否则 天药帮就不会冒着天下之大部位 在这一片无人区域 张王以待 社父寻找天药盘 树林的物章散去之后 不时传来痛苦的身影之声 这都是一些小帮派的头目 在做鬼台叫路过的时候被烟花打了下来 这些人只会一些小法术 没有打足练技 修炼过那家功夫 所以呢 就惨了 掉下来之后 不是摔断胳膊 就是被摔断了腿 天药帮他们那些人一撤退 这些人才敢叫出声来 太师父带着我们在树林里检查了一遍 摔伤的人大约十几个 太师父一一为他们检查过伤势 为他们震骨推拿 最后擦上药膏 这里是无人区 手机连信号都没有 即便是打电话求救 外面也收不到 如果我们不管他们 这群人是必死无疑 看到他们哀声一片 太师父叹息了一声说 哎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把他们背出去吧 我和几位师叔 加上玄真道长几位女弟子 也就是十几个人 受伤的人也是十几个人 好在十几个人 只有五六个受伤断了腿 其余的人只是摔伤了胳膊 摔断腿的只能是由我和几位师叔背着走 摔伤胳膊的自己能走 有时候需要月真几个女弟子 称呼一下就行 我们带着这一群伤残的朝败者走了一天 手机呢 这才有了信号 于是这些人 纷纷打起电话求救了 电话接通后 对方确定了他们的位置 马上组织了搜救队先来营救 太师父并不习惯和过多的俗人见面 见他们呢 已经没有了危险 就对着我们使了个眼色 然后转身就走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渝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那些伤者一见我们要走 顿时有些紧张 生怕我们丢下他们不管了 联盟是哀求救命啊 我只好向他们安慰 有人来救你们了 你们就在这等着 不要贪心 你们都有手机 大不了多催几次 他们很快就会来救你们 放心吧 这些人呢 也是学悬术的 虽然呢 层次比较低 但是也懂得休息 他们知道 太师父是淫世高人 不愿意见俗人 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呢 连连向我们表示了感谢 我们离开这群人之后 月真道长也带着他的女徒弟 向我们告辞了 西域乃是广阔之地 我们走了一天 也没有走出多远 天一擦黑 太师父让几位师叔 拒来小鬼 驾起鬼台轿 跑了起来 这一次 抓着小鬼 脚力特别好 一夜之间 就跑回了太义山 太师父 把三件 经过昆仑神山 夹持的宝物 放入密室 然后 对几位师叔说 这次我们能够得到昆仑诸神的加持 说明我们正轨道这几年还是有些功德 只是加持的神力很是微弱 说明我们做的功德还不够 以后你们要继续除恶为道 一腔扶弱 为我正轨道 广济福德 同时 你们还要继续追查天药潘的下落 一有消息 马上通知我 几位师叔连连点头 这次能够得到昆仑神山的加持 我们都很兴奋 但是昆仑山上神仙诸多 也不知道是得到了哪一位神仙的加持 但是能够得到昆仑山的神仙加持 就已经是不简单了 因为昆仑的主神是元氏天尊和西王母 这两位神仙那可不是一般的神仙 能被他们认可 说明正轨道在天道中 也是能挂得上号的宗派了 几位师叔听了太师父的吩咐之后 纷纷离去 各自回到自己的饮堂去了 毕竟几位师叔 还负责在熟室打理正轨道的产业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然后太师父又对我说 小兵 你历练的还不够 还得继续到红尘练心 同时查找天药盘 记住 你在红尘中所做的每一件好事 都会对你的修行有极大的帮助 做好事就是大修行 我点点头 理解太师父的意思 普通人做好事是为自己积攒福德 修行的人做好事呢 就是为自己积攒善功 赵鹏见我又要走了 又想和我一块回去 太师父盯着他看了看说 你被天上帮的人分了婚 必须在山上住够三年以后 才能完全收回自己的婚 你现在要是回去 要不了多久就又变成了傻子呀 赵鹏一听呢 就不吭声了 他现在已经不像是傻子了 但是比原先的赵鹏 智商还是要略微低了一些 我拍了拍赵鹏的肩膀 一脸正死的说 赵鹏 再忍忍 你这种病啊 医院可没办法治 他们也治不了 有这个机缘 能够待在身上不容易 太师父的洞服 那可不是普通人能住的 你呀 要珍惜 赵鹏懂事的点了点头说 我在山上倒是住习惯了 就是担心我的父母 他们长期见不到我 恐怕被我担心呢 我暗暗高兴 赵鹏已经知道 关心自己的父母了 于是我就说道 你放心 我会替你看着他们 告诉他们 你在外面一切都好 让他们不用担心 赵鹏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看着我说 小兵 替我编个谎话 就说我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我黑黑一笑啊 哼 没问题 别瞎话 是我的拿手好戏啊 心想 这才是赵鹏嘛 虽然他的智商 还没有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但是至少已经恢复到了五成左右 不再是之前的傻瓜了 我告别了太师父 还有赵鹏又回到了俗室 原先呢 我以为这一次昆仑之行是凶多吉少 没想到这次有惊无限 不过若不是郭老前辈忽然解为 我们能不能回来 还真的不好说啊 回到朱雀大街 发现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毕竟我才离开了一个月 所以整个市场并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老爹倒是把药店的生意 打理得津津有条 他见我回来 都日是没开眼笑啊 儿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经过我的苦心经营 这个月 首次扭亏为盈啊 我见老爹很是开心 笑嘻嘻地说 好 算你经营有方 不过你可不能赚黑心钱呢 我爹笑得正高兴呢 忽然呢 向嘴里面吃了个苍蝇 沉下脸呸了一口说 呸 咱这可是药店 药店 五小事 咱能干那种黑心事吗 说实话 我爹经营药店 还是挺上心的 这段时间让他管理药店 精神呢 反而比原先好了很多呀 既然他把药店经营得挺好 我就尽管的少擦手 给他更大的发挥空间 毕竟我爹的年龄还不算太大 平时里有个营生干者 或许对他的健康也有好处啊 爹 最近见过黄毛吗 我忽然又想起了黄毛 我爹摇了摇头啊 这个松儿 一辈子不见 我都不着急 我爹说出这话 可见呢 他对黄毛有多么的厌恶 毕竟他和黄毛有代沟 再说 这黄毛小子也确实是一身毛病 让我爹给看见了 爹 看人要看人长处 你呀 就专看别人短处 那世上就没有好人了 那 我以后看看 这小子有没有长处 爹 你最近到底有没有见过他呀 我爹听了 对我说道 我哪里能看见他呀 这小子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白眼狼 我看你呀 也别指望他回来 他的心思就不在这儿 我爹还以为 我要把黄毛找回来工作 其实他哪里知道 我是在担心黄毛的安危 因为黄毛的行为很是危险 一个毛都没有掌权的小屁孩就想要当赌王 他哪里知道 这一行里面的凶陷呢 我爹不晓得黄毛的情况 我也就没问了 习惯性的拿起茶杯 到隔壁江老头的铺子去聊天了 江老头嘴里面叼着一根纸烟 正是直愣愣的盯着茶几上的几枚铜钱发愣 似乎是很为难的样子 直到我走到眼前 他才发现了我 哎哟 小老弟来了 来来来 帮我解解瓜 江老头是连忙向我招呼 我看了一眼 茶几上放的几枚油亮铜钱 笑着说道 你是江板仙 何用我来解瓜 再说 你这卦象一目了然 有什么为难的呀 江老头却没有吭声 收了铜钱 给我沏了一杯茶 我喝了一口茶 品味了一下说 不是 这卦象难解 是你心中有难解之事吧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小老弟呀 你真不愧是高人 什么事都瞒不住你呀 江老头的话把我说得一愣 反而是把我更加给说糊涂了 他以为我什么都知道 于是就笑着说 你还真把我当神仙了呀 你究竟有啥事 我也不知道 只不过从你卦象上来看 应该是佛隐中卦 几中藏胸 胸中寒疾 这种卦象 几胸难料 所以才导致你难以决定吧 江老头点了点头说 是啊 这事 确实很难办的 我真的 有点头疼啊 我不知道 是什么事情 把江老头 给为难成了这样 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 我是不会管这个闲事 可是江老头 毕竟是我的生意伙伴 再说 他也没什么大毛病 挺不错的一个老头 看他为难成了这个样子 我就笑着说 福音挂象 最好是以静之动 无为而至 你觉得难办 就干脆 什么也别干 好好地休息上几天 所谓的福音 是一种神煞的名词 主要是显示在 数式占博的卦象上 在奇门断架中 也是经常会出现 测试地遇到福音 出行会半路折回 事情会极外生枝 反复不定 古语有云 福音出现泪连连 意思是 这个神煞十分的不激励 它的出现 代表着痛苦 犹豫 破财 野主 伤害 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要小心 如果能将其化解最好 若是化解不了 最好避着 江老头 一脸的苦相 他看着我说 我也想避开 可是啊 避不开呀 这事不干还不行 可是干了 也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道到底是该干 还是不干呢 什么事把你给难成这样 江师傅 你如果信得过我 不妨跟我说说 你这烦心事 也许我能帮你想想办法呀 江老头又对我说道 哎 我还能不信任你吗 我大孙子不是在公安上当差的吗 刚毕业的时候 一直在看守所里面当实习警察 他学的是刑侦专业 好不容易分到刑警队实习了 上班没几天就遇到一个非常诡异的案子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他实习期都还没过呢 如果没有一点表现 这刑警队的饭碗恐怕是保不住啊 我嘿嘿一笑啊 江师傅 你想多了 女孙子在刑警队里面实习 肯定是由老警察给带呀 就跟着师傅带徒弟啊 破不了的案子也和他没多大关系 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啊 江老头说道 要是那样 那倒好了 可是啊 他跟着那个老警察 在刑警队还有点明气 案子发生在乡下 下面的派出所解决不了问题 逐级的反应上来 是刑警队就安排这名老警察 带着我孙子下去破案 这位老警察 那也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了 听我孙子说 他破过不少答案 可是遇到这个案子 却感到十分的棘手 一连几天也没有什么头绪 他不知道 从哪听说我是个阴阳先生 就让我孙子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呀 这几天哪都不要去 说是他的丧死领导们 要来拜访我 很可能啊 要让我跟着一起去破案 要是排个八字 算个命还成 咱这破案 哪是那块料子 再说 他们信不信这东西 也不好说 万一咱没把事给办好 咱孙子的前途 那都会受到影响 可是 孙子在他手底下干活 不答应也不行 他们明天就要到我家来 所以啊 嘿 我正为这事 是左右为难哪 听了江老头的话呢 我也感到奇怪 一个有多年行侦经验的老刑警 遇到什么样的案子 居然要找阴阳先生帮忙 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有没有跟你说 到底是什么案子呀 没说 啥也没说 所以我这心里面才没底呀 我一听 这事 着实是难吧 首先呢 阴阳先生干的事情 和警察干的事情 都是互不沾边的事 警察破案 重的是事实依据 还有逻辑 阴阳先生那一套 在他们眼中完全就是迷信 平时呢 都是被他们打击的对象 怎么警察办案 忽然着起来阴阳先生呢 小老弟啊 你说 我到底该不该 见见他这位老警察呀 他毕竟 是我大孙子的上司领导 我若是不见 也不好啊 江老头是十分的矛盾 我想了想 这事江老头还真的是逼不了 于是就说 哎 既然都逼不了 那就见呗 那 那他 不会说 咱是搞封建迷信的吧 江老头有点忐忑 他前几年 看阴阳先生算命的时候 被警察给打击怕了 应该不会 你想想 他是你孙子的上司领导 是通过你的孙子来找你 肯定不会是专门找你麻烦 再说 现在干阴阳先生的人呢 多了去了 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情 你怕他干嘛呀 我笑着说道 江老头说 哎 我倒不是怕他 我就是怕连累我的孙子 咱家几代人 才出一个吃公家饭的 别让我把他的饭碗给搞砸了呀 没事 他肯定是想不出其他方法才来找你 搞悬殊的帮警察破案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马来西亚的警察就经常请巫师帮他们破案呢 我是一本正经的说着 江老头半信半疑的说 还真有这事 有啊 我在网上看的新闻 马来西亚是一个兴奋鬼神的国家 警察请巫师帮着破案 那几乎是家常便饭的 江老头有点心虚的说 这事咱可没干过 万一搞砸了 对咱孙子的不利啊 他可就没法在警察局混了呀 没事 即使帮不了他 也没什么大问题 他不会怪罪你 也不会为难你的孙子 江老头又想了想 话是怎么说 如果真没帮上忙 不但咱孙子没面子 咱脸上那也没面子呀 那不坐实的 阴阳先生是瞎忽悠吗 那怎么办呢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啊 江老头看着我 忽然眼睛一亮 谁说你帮不了我 你跟我一块去吧 只要有你在 咱就不会丢面子呀 江老头对我 还是很自信的 他相信我的能力 可是我这心里面 确实没谱啊 毕竟这事对我来说 那也是大姑娘上教第一次 况且我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我孙子的上司领导 就要来了 你可得替我撑住面子 江老头是硬把我给套上了呀 嘿 好吧 我就给你去上一趟 我也不好再推辞 虽然心里面没谱 但是确实很好奇啊 心想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刑警 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疑难案子 居然找上了阴阳先生呢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瑜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第二天 我如鱼来到江老头的家里 和江老头一边喝茶 一边聊着那一位有名的老刑警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一名年轻警察和一名中年男子 进入了江老头的家里 这位中年男人穿着一件 卡其色的夹克扁装 大约是五十出头的样子 很短的头发已经花白 他一手踢着一条鱼 一手踢着两瓶五粮液 这身打扮很像是一个退休大爷走亲戚 爷爷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侦探 也是我的上司领导 那位年轻的警察 结实地说着 我一看呢 这位年轻警察倒是挺激烈 浓眉大眼 年龄和我相仿 估计正是江老头的孙子 大侦探 江老头愣了一下 他这种年龄 对大侦探这种扬名词 还是有代勾的 对啊 爷爷 你不是经常看 敌人杰破案吗 他就是和敌人杰那样的人物 可神了 江老头孙子解释 哎呀呀 那可是大领导 欢迎欢迎啊 江老头连忙伸手 和那位中年男人握手 那位中年男人 见江老头有点紧张 就笑着说 我就是一个老差头 你孙子跟我当徒弟 我是他师父 咱们是师徒关系 算不上领导 今儿啊 到你家来坐坐 顺便喝上二两 说着 把手中的鱼和酒 就递了过来 哎呀 这如何使得呀 还让你破费 江老头连忙接过东西 把中年男子 请到了客厅 大家伙 依次坐下 江老头连忙让老伴 给大家欺茶 那位中年男人 见江老头有点拘谨 就笑着说 江先生 我姓张 我姓张 工厂长 你叫我老张就行了 单位上的人都这么叫 没啥讲究的 江老头有点尴尬的说 你比我小 我不好叫你老张 就叫你张同志吧 老张笑着说 随便随便 叫啥都行 江老头又说 感谢张同志 对我们家明明的照顾 老张说 你家明明很有前途 又是科班出身 比我们那一代 那可强多了 只是缺少一些实际经验 锻炼锻炼就好了 江老头的孙子 敏腆的笑了笑 原来他们说的明明 就是江老头的孙子 江明明 老张坐下之后 一直没说自己的意图 江老头也不好问他 不但一会儿 饭菜就端了上来 鱼是老张的鱼 酒呢 也是他送的酒 然后又配了七八个菜 整整的弄了一桌子 江老头端着酒杯说 张同志 第一次上家里来 也不知道饭菜 喝不喝你的胃口 来 我先敬你一杯 感谢你对明明的照顾 老张连忙客气地端起酒杯 酒过三水之后 大家的情绪都放松了 老张点了根烟 吸了两口说 江先生 听说你对玄学很有研究 今天特意来请教你一些问题 江老头慌忙地说 哎 只是昏口饭吃而已 不敢说有研究 你知道咱们这一行 纯属是瞎忽悠而已 你不要当真 千万别说请教 我是万万当不起啊 老张呢 微微一笑说 忽悠 那也得能把人给忽悠住才行 实不相瞒 我对玄学并不排斥 也有一些兴趣 只是没有时间钻研这些东西 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案子 有些事情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啊 江老头虽然喝了几杯酒 但是他也并不糊涂 于是连忙说道 张同志 不安 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这事我真的不行 不过我身边这位小老弟 可是个高手 你有什么事 不妨问问他呀 哦 老张惊讶地呕了一声 把目光又扫向了我 他显然有些不太相信 我这样的年纪 竟然是一个悬殊高手 你是 死命的 老张充满了质疑地看着我 不不不 他不靠这个为生 他是开药店的 江老头连忙替我解释 哦 老张目光中露出了一丝意外的身材 他看着我说 开药店的 搞悬殊 还挺有意思呀 我不太喜欢老张这么说 总觉得他这话有点喘味 于是 微微一笑说 我开的是平价药店 卖的可不是假药 大老张 神秘一笑 小伙子 我没说你是卖假药的吧 你这可是不打自招 有时间 我可真要查查你的垫子呀 我一听这话 有点不慎 心想 这些警察 牛逼惯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可不买你的账 一气之下 不软不硬地 顶了他一句 即使是卖假药 恐怕 也轮不到你们来查吧 老张是 似笑非笑地说 你若是卖毒品呢 你看 我们查不查 我一愣啊 顿时无语 遇到流氓警察 还真是没办法 江老头 见我们谈话的气氛 有些不对 脸毛说的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位小兄弟的人品 你大大的可以放心 他是修行的人 绝对不会卖这些东西 我说他卖这些东西了吗 呵呵 来 喝酒 老张说到这里 也大笑了起来 江老头这才知道 他在开玩笑 我们呢 喝了几杯酒之后 老张说道 小兄弟 你对悬术研究多少年呢 他可是跟着世外高人徐徒 才刚刚出神 还没有纪念 江老头替我解释 老张的眼睛一下亮了 他看着我说 哦 怎么说 你的玄学应该很有研究了 研究谈不上 我只是学个皮毛而已 我随便的应付了他一句 老张说 你别害怕 我的确是来求助的 这个案子用证据和逻辑都不足以破案 我想了很多种的可能性 但是最终还是被我给排除了 说句老实话 我对阴阳八卦之类的虽然感兴趣 但是始终是半信半疑的态度 今天之所以来这里请教二位 是因为破质案子困惑 实在是找不到其他解脱的方法 你们的想法只是为我提供一个思路 并不会影响我的办案 所以你们大胆的说 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老张这么一说 我这心里面是轻松多了 于是就说道 好 那你说说这个案子的情况 我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啊 案子发生在一个偏僻的乡下 死者是一个小男孩 大约在七岁左右 由于孩子的父母都出去打工去了 这孩子跟着奶奶生活 可是到了晚上也没有回去 老太太还以为孩子到其他小孩家里去过夜了 农村呢对小孩子比较放任 偶尔晚上不回去也不会太过担心 谁知道第二天老师走到家里 说这小孩根本就没有去上学 孩子的奶奶这才慌了神 最后大家在一个桃园里找到了这个孩子 大家发现他的时候都吓了一跳 这孩子被绳子吊在桃树上 但是姿势极为的诡异 就好像是一个童子悬空盘坐在那里 双手合并 手腕捆扎在一起 两条腿也交叉捆在一起 形成一个盘腿的姿态 下面还垫着一个衬托 孩子早就死了 可是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不变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听了之后也觉得有些怪异 就问道 你们在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疑点呢 老张摇了摇头说 什么疑点也没有发现 没有他上的证据 因为现场没有第二个人的指纹 也没有任何他上的逻辑支撑 更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 小孩脸上的表情很是怪异 周围没有发现职人迷幻的药物 因为是交通闭塞的农村 迷幻药基本是可以排除的 后来做了射体解剖 也证明了这一点 小孩的体内 确实没有任何药性的成分 你是玄学高手 不知道你对这种诡异的死亡方式 有什么看法呀 现场还在吗 因为我没有看到现场 只是通过老张的口头描述 我也不敢轻易的下结论 现场是不在了 因为当时着急要破案 要尸件 所以现场没有办法保留 不过我们都拍了照片 我手机里面有几张 来你看看 老张说着 把手机里的照片给我打开 递了过来 我接过手机一看 照片确实非常的诡异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身上披了一块大红的绸布 双目紧闭 双手合十 双脚交错盘在一起 被一根红色的尼龙绳给捆扎起来 形成了盘腿打坐的状态 只不过悬空掉在桃子树上 脚下还坠着一个古老的黄铜 衬托 更为奇怪的是 小孩眉心用朱砂点了一个红色的圆点 嘴唇上也画着一点朱砂 就好像是花圈店里面 指人嘴唇上点的一点丹红 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并没有什么痛苦之感 死后居然能保持这种怪象 给人一种是诡异莫测之感 单单的从照片上看 我就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太奇怪了 但是究竟哪里有问题 我一时也说不上来 哎呀 怎么会这个样子 这就好像是庙里的童子一样啊 姜老头只看了一眼就吓了一跳 姜先生 你看出了什么名堂吗 老张问道 姜老头连连摇头说道 没有没有 啥名堂也没看出来 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 老张见我沉吟不语 就说道 这位小兄弟 你有没有看出什么名堂啊 我摇了摇头没有吱声 因为这个案子太过诡异 我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明白 老张见我 似有顾虑 就说道 你大胆地说出你的想法 不会影响办案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已经结案了 你们是怎么结案的 我感到有些意外 老张叹了口气啊 哎 怎么说呢 现场找不到 其他人的指纹 也没有 什么搏斗的痕迹 体内也没有迷幻药物成分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他杀的证据 解剖之后 也找不出任何死亡原因 所以 区里的同志们推测 这小孩是在玩什么游戏 不小心导致了死亡 虽然这个说法有些牵强 但是也是最合理的推断 因为案子压得比较多 区里面也没有过多时间 耗在这个案子上 所以 只能以自杀结案 案子虽然结了 我这心里面一直不踏实 总觉得 这个案子有问题 所以呢 才找你们咨询一下 看看 你们对这个案子 有什么看法 江老头 摇里摇头说 我是觉得 有名堂 可是 看不出来什么名堂 你这话 等于没说 我问了好几个人 说是 懂一经八卦的 都是你这种 莫冷凉可的说法 老张的话 说得很不客气 看样子 也是个刚子头的皮 一剑 江老头 尴尬的笑了笑 要不 你问问这位小兄弟 他懂得多 老张把眼睛 看向了我 希望我能够 给他一个说法 其实呢 我看过 那张照片之后 心里面就有了一个 不好的想法 但是 一直没敢说 毕竟 我不是办案人员 怕影响他的判断 但是 老张说 已经结案了 于是 我也就没什么 顾虑了 反正案子 已经结了 那 我就随便说说 只是 我个人的看法 不一定正确啊 因为是 仅从照片上来看 我吃不准 我的判断 是不是正确 老张说 没事 你大胆地 说出你的想法 这个案子 已经结了 咱们只是 私下 谈论一下 这个问题 没人知道 我听了 谨慎地说道 我曾经 听师父说过 有一种邪术 叫做 魂斗铜 专门找 七八岁的小孩 锁魂修炼 因为这个年龄的小孩 原神最好 在锁魂之前 要小孩子 身上披上红布 用朱砂 镇住小孩的灵翘 脚下 追上乘托 使其神不外游 魂不外荡 把小孩 捆扎成悬空 打坐的状态 这就是 为了方便取魂 避免灵魂 顿地而腻 这些小孩 一旦被取了魂 就会永不超生 经过香火 日夜淬炼 最终 炼成斗铜啊 斗铜 你是说 这孩子的死 是由人 修炼邪术而为 老张是 极为好奇地看着我 我是说 有这种可能 但是 我不能确定 因为没有什么证据 我谨慎地说道 假设 有人修炼 所谓的斗铜 那他 修炼这个斗铜 干什么用的 老张对我的话 充满了质疑 听我的师父说过 这种斗铜 是非常厉害 远远超过 一般的恶鬼 我估计 修炼斗铜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无非是 培养自己的打手 专门替自己打架用的 老张听了之后 笑着摇了摇头 这 都是听你师父说的 我一脸认真的 点了点头说 是的 这些事情 我没有见过 的确是听我师父说的 记得你这个图片 和我师父说的很像 所以 我才这么判断 你师父呢 老张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我听了 有些难过的回答 我师父的老人家 已经不在了 老张再次摇了摇头 无奈地笑了笑说 那 咱们今天 就谈到这儿吧 显然呢 老张觉得 我的说法太过离谱了 又都是听我师父说的 没经过验证的事情 他自然不会相信 况且 他本来对玄学 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 只是 对自己解释不通的事情 希望找到 另外一种解释 没想到 我的表现 让他很失望 也许 他认为 找我们解释这种事情 是一个错误 老张在我这里 找不到他满意的答案 也就没有心思 再待下去 聊了两句之后 就起身告辞了 姓老头 一脸恭敬地 把老张送了出去 回来之后 关上房门说 小老弟 你可别在意啊 这种人 在公家衙门 干久了 就是这样 什么都不信 既然不信这一套 还来问是吗 如果这种人 找我算命 我都不给他算 我冷冷地一笑说 哼 没事 到时候 他还会来找我们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江老头一愣啊 一脸惊讶地 看着我说 你怎么知道 他还要找咱们呀 我笑着说 哼 直觉告诉我的 因为要想把斗铜 炼到极致 必须要形成气候才行 这样 如果有人要炼斗铜 绝对不会只炼制一个 一般炼制七个 或者九个才好 也被称为七阳童子 或者是九阴童子 这样的树立 可以自然结成阵法 攻击的时候 也可以一进为退 极为厉害 所以炼制一个以后 还得继续 再去猎杀鬼童 那样的话 还会出现 这样诡异的案件 他们总不能 全部以自杀戒案吧 江老头说道 这会不会是个意外 某人只炼一个 混豆铜 就不炼了呀 不会的 混豆铜的厉害之处 就是要结成阵法才行 如果只修炼一个 是没什么用处的 我肯定得回答 那如果是这样 他还得求着咱们 我还以为 我家明明 没有出头之日了呢 你放心吧 老张不会为难你孙子 他这人 虽然有点钢子头脾气 但并不是鸡铲狗族的人 江老头点了点头说 要是这样 我就放心了 咱家出个 吃公家饭的人不容易 别因为这点事 给搞黄了 看样子 江老头很在乎 孙子的工作 现在大学生 出来找个工作是不容易 很多大学生 出来呢 还找不到工作 江老头 担心孙子的工作 也是情理之中 江老头的事情 搞一段落之后 我又想起了黄毛 于是 干脆买了些吃的东西 到师娘家里去一趟 顺便问了一下 黄毛的情况 谁知道 上次黄毛消失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 师娘呢 十分担心地问我 小兵啊 你以后看到豆豆 千万要把他留住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万一在外面 混出个好歹来 我怎么向他 死去的爹娘交代啊 我理解师娘的心情 黄毛 父母双亡 现在又这么的不靠谱 当姥姥的 自然是 操碎了心的 于是 就安慰师娘说 师娘 你放心 我如果发现他 一定把他给你带来 师娘 擦了擦眼泪 你师父不成气 成田不顾家 倒是收了一个好徒弟 小兵 让你来来去去 照顾我这个老婆子 真是为难你了 我想起啊 师父已经不在了 师娘自己还不知道 心里面 是一阵的难过 连毛说道 师娘 千万不要这么说 这是我当徒弟的 应该做的事情 只是 我没有照顾好豆豆 不好 给师父交代 哎 这也不能怪你 要怪 只能怪豆豆不成气啊 师娘叹了口气 又抹了一下眼泪 我看得心里面 那是酸酸的 师父不在了 黄毛成了 家里唯一的男人 可是这小子 偏偏又不是个省心的人 师娘这么大岁数了 还得为他操心 可是 将来 他又能指望谁呢 师娘 你放心吧 兜兜不在 还有我的 家里面如果 缺什么东西的话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马上 就给你送过来 我急忙 向师娘安慰 师娘擦了擦眼睛说 小兵 你忙你来去吧 有事了 我给你打电话 离开师娘 我这心里面 挺不是个责任 说实话 现在 黄毛沉迷赌博 我也有责任 当初出山的时候 师父让我照顾他 我不该把他 带到赌场 利用法术 让他赢钱 成到甜头以后 这就极西难改 我暗暗地下定决心 不管是 采用什么样的手段 一定得把黄毛 给找回来 否则我真的对不起师父 也对不起师娘 要想找到黄毛 只能到赌场里去找 除此之外 我没有别的方法 可是到哪里去找赌场呢 金水市大大小小赌场 不知道有多少 可是这赌场 是暗门的无鬼门生意 表面上根本你是看不到的 只能在地下暗中经营 尤其是像我这种一身 正气的人 想找到地下赌场 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毕竟赌场这玩意儿 在大陆并不是合法生意 需要偷偷摸摸地干才行的 要想找到这些地下赌场 只有赌鬼最为清楚 我说的赌鬼呢 有两种 一种是适度成性的人 被称为赌鬼 这些人 因为适度如命 对赌博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哪里有赌博 他们闭着眼睛都可以找到 还有一种赌鬼 不是人 而是真正的鬼 这些鬼 生前适度如命 一生烂赌 死之后 变成了鬼 就成了真正的赌鬼 这些鬼 和其他的鬼不一样 他们呢 热衷于赶场 只要听到 哪里有 摇骰子的声音 他们就会兴奋地 往哪里跑 如果听到麻将的声音 也是一样 无论谁家 只能排去赌桌 这些赌鬼 就会去凑热闹 一圈人坐在那 打牌 或者玩麻将 旁边至少 有一个赌鬼 在旁边看热闹 他待在谁后面看牌 谁就会倒霉 就会是 接二连三的输钱 不过 他们也是失利 越是倒霉的人 他越是往跟前凑 致使倒霉的人 更加倒霉 不断地输钱 而那些运气好的人呢 他们却是 不敢靠近 如果看不到赌局 他们就会在底下去 赌场里面玩 所以 哪里有赌场 他们是最清楚的 上次 想抓个赌鬼带路 到地下赌场去暗访 借机寻找黄毛 没想到 迎来一个活人的生魂 结果是 急外生枝 虽然救了 那奄奄一息的赌鬼 但是 却把黄毛的事给耽误了 今天晚上 我决定还是用老办法 抓一个赌鬼带路 带我到地下赌场 然后 借机寻找黄毛 我提前 给江老头打了个招呼 把他那副麻将 给借了过来 要想抓个赌鬼带路 必须要有麻将 当银子才行的 到了晚上 我带着江老头的 那副麻将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将麻将 泼在地上 然后点燃了 三只青香 对着麻将 稀里哗啦的 一顿的乱挫 把麻将事 弄在山下 然后 骰子往空中一扔 大喝一声 赌天赌地 赌命赌气 谁与我赌 我念了几声之后 十字路口上 忽然起了一阵 阴冷的旋风 我仔细一看呢 面前忽然出现了 三个黑影 一个是 身穿 降紫色 绸缎 长衫的中年男人 头上 戴着一顶 黑色礼帽 眼睛上面 戴着一副 黑色的墨镜 从穿着 打扮上来看呢 应该是 民国时期的人 看起来 还挺讲究 还有一个人 穿着旧西装 头发有些凌乱 身轻呆质 衣服落魄的样子 在他的身边呢 还有一个少年 穿了一身的学生服 从他这身校服的款式来看呢 应该就是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但是 他的鼻子 一直在流血 看起来 是有些恐怖 这三个黑影 虽然是 有老有少 穿着打扮 各不相同 但是 有一点 无一例外 都是 脸色灰白 毫无血色 因为 他们都是 死去的鬼魂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一看 这三个人 虽然来自于不同的时代 但是 都是独徒 因为他们的眼神里面 油光闪亮 露出了 贪婪 和响应前的强烈预感 让人感到心惊的是 居然 还有一个学生 那样子 也不过是十六七岁 估计是高中生 但是 脸上却露出了 和他年龄不相称的 老恋 还有雕花 也罢 既然都来了 四个人 刚好搓一局 那就开始赌吧 我把事前准备好的 一顶黄灿灿的金元宝 往马奖桌旁边一放 当然了 这个金元宝 不是真的 是专门烧给 阴间用的民用品 然后我冷冷地 打量着三位毒鬼说 诸位 都是想来赢钱的吧 三位毒鬼 进了那一顶 黄灿灿的金元宝 不约而同地 咽了一口口水 冲我点点头 似乎 横包地在我身上 撕下一块肉了 我对着三位毒鬼 一扫尸了眼 然后 对着那个 民国打扮的老毒鬼说 你拿什么和我赌啊 老毒鬼 虽然穿得很是体面 但是 却拿不出东西 他无言以对 捏如着 不知道该如何做的 显得是 十分的窘迫 你用什么跟我赌啊 金条 烟膏 宅子 或者 是女人 我装出一副 民国老毒客的模样 金条 烟膏 没有 宅子 抵押给人家了 女人 跟别人跑了 民国老毒徒 露出了一脸的枯像 这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老毒鬼 输的事 什么都没了 我不再看他 而是把目光 扫向了那一位 身穿着旧西装的 落魄男子 你拿什么和我赌啊 我逼试着那一位 落魄的男子 在我的逼试下 这位 身穿旧西装的 落魄男子 一脸窘迫 油愣的眼睛 黯淡了下来 你拿什么和我赌 有险金吗 那位落魄男子 摇了摇头 我接着又问 有车 有房产吗 那位落魄男子 再次摇了摇头 低声说 这些东西 我都没有 我不再看他 而是把目光 露在那位学生身上 你也是来赌的 那位学生 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但是 却掩饰不住 他已经有了 赌棍的潜质了 你想拿什么和我赌 有钱吗 那位学生 摇了摇头说 没钱 家人不给我钱 我想啊 这样的赌博少年 死了以后 家里人 是不会给他多少钱的 因为 即便是烧了 恐怕也得被他给赌了呀 我扫尸了眼 三位赌徒 冷冷的说 既然你们都没有钱 拿什么和我赌 都走吧 不 你刚才说 赌命吗 我赌命 那位民国老赌棍 眼里面燃烧着疯狂的火焰 你要赌命 我冷冷的盯着那位老赌棍说道 这位民国老赌棍 脸上抽搐了一下说 我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赌了 只能赌命 我 我也赌命 那位穿着旧西装的落魄男人 也是猛然抬起头来 目光凶狠地看着我 你呢 我看醒了那一位学生 那个学生嘟索了一下 忽然把小胸脯王齐挺 就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说 我也想试试 你也想赌命 我逼试着这一位学生 没想到他小小的年纪 连命都敢赌 怪不得早早丧命了 我 我赌 我赌命 那位学生 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再一次 骚拾了一眼三个毒鬼 眼神里面充满了冷漠 好 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 如果你们输了 你们的命 就是我的 赌场上的规矩 你们应该知道 这 容不得反悔 几位赌鬼 纷纷表示 我们不反悔 我们愿意用自己的性命 再试一次 无从身上 掏出三根红绳子 事先的 全部系上一眼扣 做成了 富鬼锁 手腕一抖 三根红绳 同时飞了出去 眨眼间 掏出了三个毒鬼的脖子 你 你要干什么 三个毒鬼 都是大吃一惊 你们都是 死去的毒鬼 一条命不值 三两钱重 鬼说的话 我能信吗 俗话说 说鬼话 就是说的 你们这种人 既然愿意赌命 口说无凭 先把命 给压上再说 三位毒鬼一听 各个是 面露巨色 直到 今晚遇到了 厉害的对手 现在命呢 已经攥在别人手里 那就由不得自己 只希望 能在赌局中翻盘 我把 拴着三条毒鬼的红绳 缠在自己手腕上 这样 三个毒鬼 一个也跑不了 然后 我沉声说道 你们赌博一生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烂命一条 不 事实上 你们连命都没有了 你们只有烂魂一条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这是你们赌博生涯中 最后一次机会 赢了 你们不但可以获得自由 还可以赢得元宝 如果输了 哼 你们就 再也没有赌博的机会了 三位毒鬼一听 密密相聚 我接着说 现在我们开始赌博 我们不玩麻将 就玩闪子 你们每人有三次机会 三局定生死 三位毒鬼一听 顿时有点紧张 一起瞪大了眼睛 两眼金光闪闪的看着我 我掏出一个精美的黑色的赛中 把三枚骰子就放了进去 然后开始摇了起来 说实在的 我本来不会赌博 但是为了抓个毒鬼 只能设个局了 在我摇骰子的时候 那三个毒鬼 全部执着耳朵 听骰子的声音 我胡乱的摇了一通之后 就开始让这三个毒鬼 猜点数了 我的玩法很简单 谷中里面有三个骰子 放进谷中之前 让三个毒鬼看过 然后一阵的乱摇 打乱骰子点数之后 让三位毒鬼测出点数 那位民国的毒鬼 见我停下之后 很快的爆出了他猜的点数 十五点 然后另外两个毒鬼 也爆出了十五点 我心中有点疑惑 怎么这几个毒鬼 都爆出了相同的数字 我下意识的 用天眼瞄了一眼谷中 没想到 我的天眼 居然有了模糊的透视功能 虽然看得不是太清楚 但是也能看清楚 骰子的点数 赛中里面 三枚骰子的点数 总和正好是十五点 我暗暗吃惊了 这三个毒鬼 果然是非同一般 巨人猜的一点没错 他奶奶啊 玩赌博 我竟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难道真要输给他们 那是不可能的 今晚跟他们赌钱是假 抓他们当差 那是真 只是毒鬼不好驾驭 要想让他们乖乖的听话 必须要驯服他们才行 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一个歪招 没想到居然不是他们对手 幸亏啊 我的天眼 有了近距离的透视功能 否则 这一次还真要输给他们 虽然 我不会赌博 但是我会法术 胜败在我 而不在于他们 于是我心念一动 谷中里面的点数 就全都变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